欢迎收看五期金钱报 但您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 我是曾华文 我是陈明乐 我们看到这个亚洲股市 今天入股又有点压力 不过至少昨天的红棒低点 还没有跌破 所以持续做观察 所以观察到全球股市的领头羊 还是在美股 因为美股基本上 像这个纳斯达克已经创下新高 标普也准备接班 包括接下来的道琼跟备办 有没有机会 所以我们先帮大家做一个专题 到底美国股市 8月的多空对决 到底多方有没有可能大胜呢 今天台北股市的多空对决气氛 也相当的明显 集中市场盘中大涨百点 但是OTC贵买指数 尾盘却是向下棋错 尤其是现在在期货市场看到 前十大特定法人的多单部位 是创新高 可是加权的融券 也创下了6月19以来的新高 到底这波多空对决 会变成是双8还是有一方会胜出 另外一个要对决的是在Tesla股价 因为Tesla股价昨天大涨了13% 最主要原因是Tesla在推特发说 他可能要用420块钱私有化 所以这一波我们一直帮大家追踪的Tesla股价 确实一直往上涨 所以马斯克现在进行他的猎杀红色8月 到底如何进行呢 被动员建成今天的重头戏 就是下午国具的法说会了 难道市场都在等法说会的详细内容吗 因为指标股全数都是沙尾盘 这一波被动F4高档修正都已经超过4成了 本一笔的修正难道还不够吗 被动员建产业未来有没有可能会低润化呢 节目中会请专家来做解读了 今天现场为您邀请到4位来宾专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 稍后回来就要带您来关注猎杀红色8月 美股呢陷入到多空对决的关键月 今天是父亲节 很多的父亲 祝大家这个父亲节快乐 不过大家这个有两个父亲很忙 一个是马斯克 一个是陈泰明 待会来帮大家做个解析 不过呢回到台这个美国股市来看 美国股市这一波算是全球股市的领头一样 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 很明显他在前一波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接下来呢标普500有没有机会 因为他也逼近前波的2872快要过高 那接下来包括像道琼跟废半有没有机会做接棒 如果有机会做接棒的话 代表美国股市行情可能欲小不易 而且呢现在美国股市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 来请教一下阿哥 现在美国股市进入八月份 我们刚说是猎杀红色八月 为什么 画面上左边这张图是美股的荣之宇 最近又创下新高荣之宇的但代表是偏多的这个角度 可是右边你看一下这个全美目前个股里面 包括ETF放空的呢 第二名的是谁 是这个标普500的ETF 这是全美最大的这个ETF 现在放空的金额是第二名 空单量很大 对 所以多单很多 空单也很多 另外呢 右下角这VIX VIX大家仔细看一下 他其实这个周线图就是走的 每次走到一个收链三角形的时候 就会往上做喷出 对 往上做喷出呢 这VIX往上喷的话 代表股市会拉回 而且右下角那个蓝色的线 代表最近呢 VIX的多单有在增加 表示呢 现在美股进入多空对决 那阿哥在节目中一直跟大家讲说 这个烟火还没结束 接下来美股怎么看 整个美股的气氛 目前就是这样 我们之前 上上级跟大家讲 那个空军已经在坠机了 上次还在半空中 对现在已经坠毁了 已经冒烟了啦 只差炸掉啦 炸掉是谁炸掉 当全市场都很high的时候 当然就是空军怎么样 全速阵亡 我们说空头不死 反弹不止 美国是多头不止啦 那我们说雅谷就是反弹不止啦 所以空单还没有完全被消灭 对 所以美股还有继续往上攻的力道 空单消灭 这枪飞机爆炸的关键 等一下跟大家讲 那整个多头还有一个关键指标 所以清原油一定会往上做拉升 为什么 因为清原油往上拉升代表什么 市场经济开始预期变好了嘛 所以原油当然也要往上拉 所以代表说整个多头的预期会越来越高 所以代表说当市场都很偏多的时候 才有可能见到尾声 阿哥原油到底什么时候要喷啊 你这张图讲好几次了 这个地方已经打出了双底 我们等一下关键 空军最近的那一天 这个原油一定会搭配来一个中长虹 中长虹很high的时候 通常就结束了 全球目前都在走一个心理战 那欧洲最强的 是之前的比较强的 法国股市已经突破一个下降趋势线 也差一步一过高 我们说起来一过高 空军就是受不了了 一过高 空法国股市也必须要停损 所以欧美股市还有嘎空就对了 对都嘎空的关键 那个飞机爆掉的关键就是过高 就是过高 所以法国股市很强 我们看到美股是最强最强的 美股之前大家最看空的像特斯拉 对不对 那个马斯克出来是道歉 对不对 道歉竟然涨了16% 对不对 马斯克还亏大家 对因为之前有人说 那个希特勒在放空 连希特勒跑去放空特斯拉 连希特勒都被嘎 所以美股我们说最后爆炸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S&P500 我们上上下有看 S&P的周线是什么 是喷出的格局 快要过高了 对啊 我说今天 搞不好今天就过了 昨天又上涨了 对不对 只差涨个0.5% 0.6%就过高 通常一定过高 只差一点点就过高 是谁害怕 你觉得多单会害怕吗 多单怎么买都不害怕 现在谁害怕 都是空单 空单停酸点 空单还在撑就对了 一定是撑 为什么 空单会停酸点会放在哪里 一定就是放在这个关键指标 2872嘛 我如果空单 我如果保证金还有的 我一定是撑到你创历史新高 我就回补 那我们就给大家讲 大概过两天 那个华尔街日报的头条 你先帮大家公布 S&P500 Hit the new high 就是创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 你就不得不停损了啦 为什么 就被嘎爆了嘛 对不对 你有什么理由 去空一个 创历史新高 假设这个标题两天后会出现 那道琼跟沸半 有没有机会跟上 放完跟沸半 因为离太远了 能够全世界 只有一个创新高 就是纳斯达克 已经休息了 第二个创新高的 就是S&P500 当然S&P500 创新高的时候 整个市场大概就会 全球的空头 大概都会认输 第一我们刚才讲的 法国股市会喷出 然后原油也会喷出 所有股票都喷出的时候 主力怎么样 要下车的 应该都会在那个时候下车 所以我们说过几天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消息 不能太high 因为空军已经坠机了嘛 当空军坠机 多头呢 可能就会到尾声 所以阿哥后面留下一个伏笔 空军坠机的时候 多头到尾声 标普500 创新高的时候 不要太high 可能是暂时会有拉回的风险 不过呢 现在还没过高 还没有过高 所以还会再走嘎空 可是我是比较担心啊 因为我又是保守派 又要提醒大家注意风险 因为楚董想请教一下 最近有看很多这个 美国华尔街的一些机构分析 都在看空下半年的美股 特别是科技股 包含了瑞幸说科技股可能会再跌 还有美英也说脸书重挫代表呢 这个FAANG尖牙股的指标呢 行情已经触顶了 大摩还说 美股接下来可能会严重的回档 这一次的回档 会比二月的股灾还要凶哦 甚至呢 还有一家投资机构叫谷根汉 他说呢 你不要现在跨境坟墓 还在高声欢呼啊 他说如果你是美股投机型的投资人 你八月份的时候一定要大举的做空 楚董怎么看呢 我觉得看空啊 看空美股不是第一天的 你看去年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空 对 但是我跟你讲 因为资金实在太多了 很多的钱都汇集到美国去 最近美元非常的强 对 所以你看到这钱进来的话 要大跌暂时不太容易 但我们特别提一点 这个大家知道之前那个叶问的电影嘛 叶问最有名字叫一打十 对 现在川普就是叶问上升 一个打十个 一个打所有的全世界的国家 叶川 但你可以看到 因为他说在他的经济实力 真的非常的强 我们这张表可以看到 2017年你看 大家的涨幅真的都非常高 几个重要的国家 你看美国的NASDAQ28 费城涨了38个块钱 摇摇领先 但是今年状况不一样 涨幅已经只剩下一半 对 但是发动整个贸易战争是美国 但是受伤害是谁 其他的国家 你看有没有 像上海跌了16 香港跌了6% 而且今年从高点去算的话 NASDAQ最强 只有1% 台股其实上表现不错 你看看加钱指数2% 贵买只有大概5% 都只有个位数 牙股真的跌了稀里花啦 很多跌了两位数 跌了稀里花啦 但是比较重要 我们看一下 美股整个的一个 所谓的F&G 尖牙的plus的股票 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为过去以来 这些股票是引领美股上涨 很重要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ETF 你知道这几年急速的增加 到现在已经破了5兆美元 很大量的资金 全部都跑到最热门的 尖牙的股票 就是主动式基金 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但我们最近看到有一些改变 你会发觉 Apple还是非常强 市值1兆 这个是从市值上去 一路排列下来 10党F&G plus的股票 我们看到全值大的股票 你看Apple Amazon 这个Google的部分 表现非常好 距离高点 大概只有一到两个% 这种强者很强的味道 所以大量资金 还是跑到这些股票去了 但是注意到所谓的 社群相关的股票 大家可以看到Facebook Twitter 股价相对比较弱势 另外网路比较明显的 Netflix也回了17% 代表现在金牙股票 去年是一致性 你看2017年涨幅都非常的大 今年慢慢开始不一样了 代表它的结构已经改变了 有业绩的股票 可能还是持续往上涨 过去本益比很高的股票 已经慢慢往下修了 一个股票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很重要是说 你前面的指标股站稳之后 落后的指标股要先跟上 再顶这些股票 如果未来 比如说Apple这些股票在高点 你这些Twitter啊 像这些Facebook 就变拖油瓶 拉不上去的话 我觉得结构上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第一个还是要看Apple 因为它是最重要指标股 就像台股的部分 台积电 大一关很强势 整个股市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但长期结构变化的时候 对它股市绝对有些影响 还是会被拖累 另外最近美股的所谓的价值型股票 开始慢慢反映 它代表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说落后补涨股票 开始在涨的过程当中 大家发觉是不是涨势 已经慢慢告一个段落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美股看起来应该还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像美股有点带不动亚洲股市的味道 对变成这样子 不可能美股独强 你看像去年的时候也是 你看美股很好 其他股价跟着涨 只是涨多涨少的问题 所以美股如果带不动亚股的话 最后变成美股往下靠拢亚股的部分 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我们特别提到 超级财报州 大概70%的公司 获利比预估来的 都非常好 它是刺激这段美股上涨很重要的因素 那接下来这段时间 可能暂时没有其他的问题 重点在于中美之间的贸易 你看极端化 现在160亿的已经陆续公布了 中国大陆可能接下来公布的反制措施 接下来是2000亿 我觉得对美股多少还是有些影响 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所以看到楚董的看法 稍微是乐观中带点比较保守的味道 毕竟太多人站在同一边 可能最终趋势会开始稍微反转 科技股现在像推特脸书 可能就是一个讯号对不对 那台北股市呢 台北股市现在到底有没有出现 类似的讯号呢 还是结构面比较不一样呢 因为台股今天也在多空大对决 可是你看今天盘中指数是很强 盘中大涨百点 收盘呢也涨了91点 来到1万1000多点 而且你看 量能回来了 量能回来了 前两个都是1200亿嘛 今天1384亿 而且外资今天大举作多 外资今天在现货市场是买超了91亿 台子期的进多单加码了3200多块 你知道现在期货进多单部位 外资有多少吗 快要有6万口的进多单 波段新高耶 对又来到新高的 期限或同步做多 所以看起来台北股市是一片欣欣向荣 可是呢今天谁在称呢 今天主要呢是包含了台速四宝 包含了大力光 包含了台积电在称 因为传出呢 美国公布了8月23号要实施的 第二批的对中关税清单 瞄准半导体 所以台积电呢 就因此有受惠的想象题材 今天光这一档就贡献了大盘 一半左右的涨点哦 但是OTC贵买指数 今天下半场杀生隆隆 在杀谁杀股后金测 还有细菁元 涨价股在下半场又吐回去了 又回到原型了 那为什么说现在多空对决的气氛 好像越来越明显 阿哥帮我看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外资间期限或大举作多嘛 昨天呢 期货前十大特定法人 也来到了一年半的新高了 期货的期限或价差呢 如果扣掉除息的影响 已经油腻转正楼 可是融券的空单 一路再往上增 来到了6月19以来的新高37万张 到底现在是持续呈现 多空僵持的对决 还是会多空双发呢 我们现在多空其实也没有僵持 因为外资做多 而价钱的确往上涨 内资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就是做空 这柜台很弱嘛 对现在是多空分歧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就是怎么样 空军越打越退 我们可以讲 目前就是一个嘎空盘 空单是慢慢认输 但是还没有全部投降 对我们快要全部投降 看到这个多空兵力统计 又是新指标 这是什么指标 就是我们把过去十天 十天涨幅超过20% 那就是多投的兵力嘛 对不对 过去十天跌幅超过20%的 加速把它统计一下 对过去这波下沙 十天内可以跌超过两成的 都是被动元件跟涨价概念股 对不对 那时候涨 空军加速大增 但是最近可以看到 慢慢的反弹的时候 开始慢慢的减少 慢慢的减少 已经开始这些下跌股 不再继续往下崩盘了 就有反弹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 指数崩盘 空军大增 然后空军退场以后 会发生一件事情怎么样 多投要进场啊 因为 我被动元件已经没有继续崩盘了嘛 那你其他类股要接棒而上啊 对不对 我这些钱 从被动元件退出来了 我要去追逐其他的股票嘛 就是类股要轮动 指数才会再上去 对 钱从第一个方法跑掉了 然后回来以后呢 钱就要去追其他的 一涨就要两成啊 涨两天就两成了嘛 十天都涨 十天可以涨两成的股票 就越来越多 多投就起来了哦 过去也是一样 一往下沙 空军大增 然后指数见底以后 空军退场 多投就慢慢回归了 没有人接棒了 十天内就涨两成 十天内就涨两成 大家就要有感嘛 过去这段时间 哇 你做一两个礼拜 赚个10% 20% 都很正常 多投都很强 但是你发现 指数已经反弹很久了 空军也退场了 你看到 糟糕没人接棒 没有人接棒 多多还没有回来 市场没有人接棒 为什么 因为都拉全资股啊 台锡店怎么涨两成 不可能啊 台锡怎么涨两成 不会嘛 雅尼涨半天 也不会涨两成啊 所以都只拉全资股啦 大家看 大多不亏是 这个清大的高财生 每次都发明新指标 对 这好像有点耳目一新哦 有人问我说 这指标去哪里找 我说都找不到 这都自创的啦 对不对 除非他们参用啦 那为什么多投 现在都涨不动 为什么 因为多投怎么样 早就套好套满了啦 什么意思 上面这个是柜台 这边是加权 这是柜台的融资维持率 我们说190 就是一个多空分界点 上一次的多投 可以看到 他瞬间就要拉到赚钱 就柜台融资要赚钱 才叫多投嘛 不然融资都套牢 就不会是多投啊 那你看这一波 也反弹很久了 但是你看 柜买的融资 都在190以下 都在套牢 大部分都是套在被动元件 所以被动元件非常危险 那说家权只数这么强了 应该要解套啦 对不对 除非你融资台积电 除非你融资雅尼 这都没有什么融资啦 大部分融资上市 你看都已经快创新高 但是融资怎么样 还是套牢 上一波家权只数一拉 上市的股票就解套 大赚钱 那这一波呢 也还是没有解套啦 所以看起来 只是一个怎么 解套坡 解套坡如果你不卖 接近你的亏损你不卖 可能就会扩大 那我们说 S&P500块要创新高了 对不对 当创新高的时候 台股可能会多涨100多点 多涨100多点的结果是什么 借金占上11000啦 1万 涨100多点 前波高点 就会接近前波高点 然后大盘涨150点 接近11270 扣进1万1200点的时候 市场嗨不嗨 一定很嗨 又看到华尔街日报写 S&P500创历史新高 也很嗨 看到原油创新高 更嗨 当大家这么嗨的时候 指数似乎来到修正尾声 我们说一个高档的整理 我们当然假设它是头部 我们说这是反弹坡 它就是会有五段 A B C D E 现在只差最后这个烟火 一旦到烟火 大家都很嗨的时候 我们反而要特别相信 这最后一里路可能走个两三步 这一里是蛮短的啦 因为大概十里嘛 只剩下一里 但是至少还有最后一里路 要好好把握最后一里 不用太过于担心 不过 今天台北股市 当然刚刚提到是由台积电领军 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 最近有一档股票很强 这我们做过很多次专题的就是Tesla Tesla昨天股价盘中大涨了 大概最多13% 但最主要原因盘中有几个消息 一个是 这个传出沙奴地阿博的主权基金 要买进20亿美元的Tesla 那另外马斯克很厉害 他这个軋空三部曲 既然在昨天发推特说 Tesla未来可能要私有化 而且美股给你定了一个420块钱 为什么定420块钱 待会帮大家做一个 尝试做一个解释 不过通常要私有化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公司股价过低 要不然就市值过低 他长期看好他的产业 他才要做私有化 所以马斯克这一次呢 还是非常看好电动车的未来 那当然昨天 很多专家开始预估 如果他要私有化的话 未来股价可能会涨到500块 甚至520块 那昨天空头蛮惨的 一天呢 大概亏了将近10亿美金左右 那这是江波图的部分 那K线来看的话呢 我们抓了比较久 是月线 明珍帮大家解读一下 这个最近Tesla在多空消息的部分 好 其实今年呢 Tesla真的是美股里面呢 这空单最多的一档指标股 大家都在等着这多空对决 到底谁会胜出 那刚刚这里面有讲到专家预估 他要私有化下市的话 你Tesla至少还需要 800亿美元的资金 马斯克有在怕这800亿的资金 没有钱吗 其实他不怕 因为呢过去几次 Tesla要筹资呢 都蛮成功的 市场都非常积极 非常踊跃 像去年8月他第一次发行高收益垃圾债 顺利的极好极满 筹到了18亿美元 那今年的股价走势 为什么会呈现 从这一边开始 今年的股价走势 为什么会呈现这样 杀下来 最近才开始出现反弹的这一波呢 因为呢新年以来一直有这国外的机构呢发报告 畅衰Tesla的股价 畅衰马斯克他的量产不顺 所以呢他6月份气到了 他花了2000将近2500万美金 买回了7.25万张的股票 结果呢在这个时间点哦 传出沙烏地主权基金 对Tesla电动车公司很有兴趣 他希望呢马斯克你可以发一点新股 让我们来购买任意点的新股 当你的大股东好不好 结果呢马斯克他还蛮有股气 他就断然拒绝要买我自己买 结果呢今天这个Tesla盘中的这个消息说 沙烏地阿拉多主权基金呢 已经在近期砸了20亿美金 对Tesla已经持有3到5%的股份了 你看马斯克不愿意发新股 结果呢他们呢就自己去买 透过谁买呢传出沙烏地主权基金 透过的就是摩根大通 来认购这个Tesla的股票 结果呢摩根大通呢被大家挖出来 你在7月份的时候 你还发了一个看空Tesla的报告 说Tesla股价年底之前会大跌4成以上 欸凯文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啊 沙烏地主权基金想买Tesla Tesla不要 可是呢他透过了摩根大通 去买Tesla流通在外的股份 结果呢摩根大通 还在这个7月份的时候 发了看空Tesla报告 这不是帮客户压低吃货是什么 对啊而且老王我觉得420块钱 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什么 这个他当初想说Tesla空单小心一点 像连目标价都讲出来了 我们在画面上呢很明显 420在这个地方 这个感觉上好像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老王教过大家 1比1 大家说一下这段1比1上去 刚好就420 就是Tesla呢这个 马斯克的嘎空三部曲 已经完全把剧本都写好 你怎么看 还有一个特别 我觉得他这个420订的也不错 我们先讲一个比较有可能的 这是摩根大通 他在7月的时候预估他怎样 要往下修正多少 4成 你看当时股价大概算300块 对 你把300块4成算去大概是120块 那你这300块加120块 等于多少 420啊 所以他反过来就说 不是看你要看空我4成 不好意思 我要嘎你4成 报告写错 对报告写错 你其实看错了 就是Tesla其实非常对股价 对这些看空非常不以为然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下面的图卡 我们常常讲 之前这个大开常常跟我们提过 这个花旗他自己有做一份 世界上最拥挤的交易 对不对 那只做多 那事实上做空的地方 也是人多的一张不要去 真的不要去 这是半年前 在做空这些 这放空农券的余额 你可以看第一名是谁 这美国的公司 如果是全球的话 大概是阿里巴巴第一名 那如果是美股的话 Tesla是第一名半年前 你可以看到半年后来到现在 7月份8月份 特斯拉依旧是盘踞第一名 而且农券的余额更多了 而且不是传出这个 大麦空的主角 伊斯曼 伊斯曼也大空特斯曼 对就大空特斯曼 那伊斯曼他做比较长的嘛 可是他这时候来这招说 我420就给收购下来 让你没得空 那420就是断头线 非常有机会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个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那为什么空单位一直想干 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财报差 我们看到特斯拉第二季财报 刚公布嘛 其实非常差 他这个单季的获利 单季的亏损是来到7亿美元 比去年的同期是多了一倍 去年的同期三亿多美元 而且这个他的营收也低于预期 可是怎样 没关系 他法朔会学我们的郭董 一出来就先道歉 他说不好意思 但他道歉也不是道歉我的业绩 他道歉什么 道歉我不好意思 第一季挂了人家那个分析师的电话 先道歉 那可是他说我先道歉完 你再听我讲 我的库存减少啦 可是我觉得他不是真心道歉 因为他未来想要私有化 私有化以后就不用管法人了 所以他就是 还是目的在放在骨匠啊 对不对 我先来 先给你道歉 先给你示好 所以说4001 刚才是我们比较震惊的讲法 我个人 我看网友 这个美国网友很好去 很有趣啊 他有一些比较酷手的讲法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马斯克他在那个愚人节的时候 他整天讲了一个笑话 他说特斯拉破产了 怎么办 他很落魄的坐在车子旁 对对对 那昨天网友看到他讲这个消息 他觉得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所以昨天的推特 大家也觉得是不是开玩笑 那你是讲这个420 是不是420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你们两个应该不知道 有意义吧 这个数字 那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是上网查了 420是这个国际大麻洁啊 好国际大麻洁 难怪昨天有人说他是不是太嗨 对 客要才想到这个数字 对 所以暗示这个420 就是暗示他客要想要高到420 对 所以很有趣 那网友会哭出来 不是美美 因为他跟网友很爱互动 你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他最近前几天的事 他就把这个 毁灭帝国毁灭这个影片 这个就是希特勒 这个希特勒当时被盟国 二战时候被盟国包围 然后他已经 既无可思困兽之度 在那边暴走生气 他把这个影片哭手成怎样 希特勒去放空他的股票 然后叫每个人报告特斯大成绩 成绩都非常好 所以希特勒受不了这样 在哭手你看 他说连希特勒都来放空了股票 所以放空他的都是邪恶的轴心 对 然后他认为说全世界在看空我了 偏偏我就做多 这样非常厉害 你看他是不是 就代表说你会觉得 他对股价非常的关心 跟我们太关心了 一个月发200则推特 对啊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台湾 我们泰明哥今天又来这个法说会嘛 所以不只我们台湾老板关心股价 其实这美国老板也关心自己的股价 泰明哥也应该多发推特回应 上线回应大家 网友真的 放他拆东拆西 好 不管特斯大最后是不是真的会私有化 还要再观察 但是至少短线呢 我们刚刚可以解读出来 他要强力的来对抗市场上的空投空军嘛 那特斯大概念股呢 今天也跟着马斯科一起 大家都笑歪了 包含了帽连 不过帽连今天收盘呢 是曾经下跌 所以你看到反弹上来呢 这边反弹的波段高点 出了一个带亮的黑K棒 好 核大的部分今天是收红 但是今天特斯大概念股最强的是谁 车用镜头的哑光 以涨停作收 包括我们上次讲到呢 特斯大在做材料革命嘛 做这个碳纤维材料的拓凯 今天股价表现也蛮强劲的 还有车用电池也连昧的上涨 我记得老王之前有看 这两档看得是比较保守 叫大家随便不要来接刀子啦 那其他的特斯大供应链怎么看 老王你现在被嘎了一下 我先道歉 是 要道歉要道歉 没有啦 我们当时不是说叫你去放空 我们是说你暂时不要碰嘛 事实上技术派的人就这样 你看你当时这样下跌 然后不断去跌破大量低的 不可能叫他去买嘛 那最近的反弹 当然跟特斯大大涨有关系 可是反弹上来就10%嘛 那如果你为这个 我就为道向这个 没有抢到10%的反弹人道歉 当时就跌在这个大量区间下面 根本不可能去买嘛 投信也在卖 那最近的反弹上来 其实我们做技术派 买一点是怎样 你不见得要买在最低啊 现在刚好 你有发现这个区间 整理来到个高点上缘 而且大量区间也压住了哦 如果可以站上这个区间高点218.5 你再做操作 其实你可以对照前波的高点连线 这个压力去在这边 你还是有一段空间 肩差一点站上 对可惜 开高有过 可是收盘的时候又失败 一定要收盘站上 所以你还是有一段空间嘛 你错过前面这段 等待确认的时间 可是后面你还是可以抓到 可是重点要站上去 我想跟大家讲 你看最近投信是 投信是来尬嘛 对不对来尬空单 可是你会发现投信的操作 前一波投信大买在这边 哎摔死 前一波大波投信卖又摔死 投信在这边又摔死 你的点位都很差 对 所以你会发现 而且投信一买完就会卖 一买完就会卖哦 所以你如果真的有进去抢反弹 算你厉害 那什么时候卖呢 等到投信开始卖的时候 请你赶快落跑 手脚要很快 因为投信可能就是做很短的操作 这样子 我们来看下一档 茂莲是稍微没想要反弹 可是你看核大 反弹的幅度就更小了 当时是两档 所以这一档说还好 为什么 可是你可以发现 投信在这一档的操作 就跟茂莲不一样 好像持续买进 不会买买进进出出吧 对这样筹码的时候比较好 这一看签帐大户 当时问的时候 这个签帐大户是往下 可是你会发现 最近两个礼拜 现在都可以回来了 所以我对这一档的看法 就是开始短线 如果能够守这个126的底部 也许你可以多做注意一下 所以核大比茂莲好一点 就从来比较好一点 可是茂莲比较会动 核大他比较温吞 你看这个现行就知道 因为投信对核大 也是很有耐性的操作 那投信那个短线进出 就短线要出场 所以当然股心会比较活泼一点 那你要看的话 当然也是 你有发现 茂莲跟核大都压在这个大量区间 所以接下来关键 426大量区间下缘 就是说超路会比较安全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档这个康普 我们先假定这个420 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 那特斯拉是不是还一段要走 因为预计空单 一定要想办法420千 把它补掉 不然他连跑都没得跑 所以如果你说有机会期待 这个特斯拉概念股往上涨的话 你看这个康普 康普是不是激起这个跟低 如果你之前都没买也还好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昨天有讲到 在高档爆量区 下场就是凶多吉少 今天刚好可以印证一下 是不是往下跌 这边也是高量都要去往下跌 那你有没有看到低档 低档什么时候可以反转 要低档要出量才能反转 所以显然他的强反弹机会 还没到 但不是说他会跌 是你应该 如果你要比较保守一点 或者想要效率一点的 你应该等他低档出了一根量 你再继续做操作会比较好 可是你看上面 刚才看到荷大跟帽连 上面的大量压力是比较小 对不对 你有发现康普上面的压力是非常大 尽管他的营收 你看漂亮漂亮 每个月都有三成到四成成长 但就是涨不上位置 因为上面套牢的融资太多 前面涨太多了 所以这档股票的话 我会认为比前面两档 筹码比较混乱一点 你可能要稍微操作保守一点 这个TESLA股价很活泼 不过看到台北股市 最近最活泼还是在被动元件 那TESLA的这股价 多空对决目前是多方赢 可是呢 被动元件的多空对决 目前看起来好像空方稍微 空头还是占了上风 对 因为今天下午是开法说会 大家看一下这我们最新的照片 国际法说会现场人山人海 大家都去朝圣 那这个陈泰明本人有趣 可是重点是我们看一下 国际今天以及其他被动元件的股价 基本上这个波动非常大 大概12点钟之后 国际这个开始击杀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 我们还在开会你知道吗 开会开到一半 大家发觉这个被动元件击杀之后呢 大家这个开会反而都停下来 很紧张说为什么被动元件开始击杀 就大家都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不是台湾被动元件在跌 大陆的被动元件股也在跌 对啊你看风华高科 他这个消息说是因为他 他会计出了一些差 财报有问题 然后遭到这个立案调查 今天跌停板 所以华欣哥也杀尾盘 齐一新也杀尾盘 甚至其他的像是国际的认购权证 还有认售权证 基本上今天波动也很大 那从权证来看的话 阿哥你看一下昨天 权证 这个昨天是8月7号 我们列举了前100名的这个 成交量权证排行榜 100名里面有12档 都是被动元件 其中你看一下 因为昨天国际大涨 所以认购权证比较多 那认售是比较少 可是你看画面上 国际这一波大概 高点到低点跌了43% 那如果是买认购的呢 敌人产跌78% 那如果买认售的呢 赚了66% 所以其实哦 这个大家买不取 国际一张要这个 八九十万啊 但是呢 玩权证的人很多 那权证基本上呢 会有一个助长助跌 你怎么看 对没错 我们说国际好像八九百块 一张也要八九十万 就算融资也要三四十万 对不对 也不便宜啦 所以变成 台湾投资人要投资国际 怎么办 全部都是买权证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国际的权证 到底有多少档 你知道吗 国际的权证总共有200档 这么多哦 好拥挤的交易 一档国际权证 就200档了 那被动元件大概二三十档哦 所以加起来大概一两千档 权证都是在玩什么 被动元件 所以被动元件一涨 当然涨都涨不停 一跌呢 就会跌都跌不停 那200档为什么会助涨助跌呢 我们来跟大家讲 这个权证的原理 就是我跑去买权证 假如我买了很多怎么样 那券商叫跑 你跟我券商买 国际的权证 那如果国际涨 你的权证就会涨啊 这是认购权证 对认购权证 一般来讲如果现货开盘涨1% 权证 认购权证会涨5%到7% 大概是1比5到7倍 那如果涨停的话 可能会涨30%到40% 都很可怕哦 那券商为了避免权证会亏钱嘛 对不对 他跑去买国际的股票啊 就去买现股了 对当然你不会买一张权证 他就买一张股票嘛 就不可能花2000块 他买他花80万嘛 所以可能你买了300张 我总共300个投资人买了300张 国际的权证之后 他跑去买一张 但是呢 那个买300张可能价值多少 当国际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可能要总共30张的国际啊 那我先买一张嘛 因为可能很远啊 还没有到那个履约价 认购权证跟选择权一样 还没有到不用担心 所以如果 券商买一件股票 那国际怎么样 上涨了以后 因为很多券商都在买啊 对 他必须怎么样 股价要继续上涨 券商要再买更多的股票 所以这是助涨 对他会助涨 但是如果 现在开始卖了 同事觉得不对了 我要开始卖了 开始卖出权证的话 那券商怎么办 就要卖出刚刚避嫌的股票嘛 对 就我一卖他又跌 一跌了 股票继续下跌 那券商怎么样 要再加码再卖出股票 因为我们就不用 避嫌这么多了嘛 是 所以涨的时候 我们刚才看到的 各大券商 几乎都在 发行国际的权证 当然华欣克核市场 也是都有啦 所以当 被农元件证涨的时候 每个券商都在买 被农元件 那你不要看到 自行商就觉得很看好 很多时候都是避嫌而已 避嫌而已 那它下跌的时候 所以自行商 通通在往下卖 不计切代价往下卖 所以被农元件 大涨的时候 会涨不停 跌的时候也不容易止住 所以看到今天一杀 只要国际一杀 所有的都只好跟着杀 就是它会有个连锁效应 我们看一下 这元大7A 过去一段时间走势 之前最低的时候 在0.85 你看 最高一路涨到5.6 涨了快8倍 你看它涨的速度都非常快 一下涨了3倍 又腰斩 又再涨一倍 然后又一路崩盘 又到膝盖斩的部分 所以投资朋友 完全证 那个风险是非常大 而且你知道被农元件 目前就是在这个结构下 所以它的波动 跟一般股票呢 会大很多 所以被农元件 现在是进入到决战的终点 今天国具法说会 我们也拿到了热腾腾出炉的新闻稿 其实陈泰明他要坦诚 现在在零售市场的价格 是有出现一些松动的 可是呢 合约价格呢 现在是不动如山 还是维持一个涨价的态势 到底接下来在消息面的多空怎么解读 我们稍后回来请教土董 好我们来看到今天下午国具法说会 反而是挤爆了现场 大家都很关心 特别是报价 到底有没有松动 因为最近市场上谣言满天飞 很多投资人也很关心 在这个法说会里面呢 陈泰明的新闻稿 他坦言了最近零售市场的价格有做调整 而且是针对几颗零件供需状况的波动 那因为零售的价格呢 本来就比合约价高 而且呢 他的市场份额是很小的 所以他说呢 缺货的问题完全没有解决 而且呢 客户也说了 现在的供需仍然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只是呢 被动元件现在在消息面 我们来看下面 消息面呢 现在还是呈现多空大对决的情况 那比较偏多的消息 包含了最近公布的营收 还是都创历史新高 还有呢 法说会呢 你看法人的参与 还是很热络 库藏股的执行率 现在看起来也还不错 包含了华欣科 一天呢 就完成了填席了 那陈泰明呢 在法说会基本上也定掉了 现在还是在涨价的趋势当中 尽管跟客户都签了长约 但价格还是随时可以调整 但是呢 这空方的消息呢 一直出来 也就增加了筹码面上的压力 包含了融券的空单 一路增加 融资这一波呢 也一路增加 可是法人呢 很多都已经开始卖了 还有这个前期的炸弹 似乎仍然在股价上发酵 那包含了大陆媒体 像是集围网 像是大陆的央视 最近都很关心 这被动元件 MLCC 有没有炒作的嫌疑 甚至传出政府开始介入调查 所以呢 这初董怎么看呢 这几党指标股呢 是已经除全息的被动元件指标 看到呢 现在包含了何生堂一日填息 华兴科一日填息 齐立新花了六天 也顺利填息了 剩下国具还处在贴息的状态 接下来还有一些 即将要除全息的被动元件股 他们到底会怎么走 现在是处在套的阶段 还是已经在打底 国具除全之后 今年EPS大概是100到110 现在742块的价钱 本比只有7倍 合不合理 当然不合理啊 但你把时间拉长了之后 你去看到 他是二年是20年当中 忽然出现了一个大行情 走了两年 但现在大家不是看什么 是看趋势 重点是说在明年 你是不是还能够赚到 100块钱之上 如果明年赚了只剩下60块钱 好不好 这绝对数字非常好 1PS60块钱 但是对照如果今年的 100块钱以上 代表你趋势往下走 这时候大家就会 会怕到这个部分 除总可是现在法人 不预估说明年会赚更多 比如100多块 后年也100多块 我觉得 他如果是一个 机会财的过程当中 他这个供给需求 必须要重新评估 真的吗 因为他在法说会说 这个签的长约是两年 我觉得并不是每家都签长约 这一次我觉得被动元件上涨 你把所有的下游的EMS厂 全部得罪了 你必须要拿现金来 而且我不跟你谈过去的 所谓的人情都没有 你知道 那这种情况之下 第二个 当你拿不到货的时候 本来要100个单位 因为我拿不到货 我就跟你要 我要120个单位 所以说大家都 over booking 你知道 因为你如果没有被动元件 根本出不了货 对 那你当然要拿到我要的量 而且他下一次又涨价 对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需求 实际上是不准的 不准的 加上 供给面也是要 慢慢 供给单慢慢增加 所以说2019年 到底怎么样 谁都不知道 所以他说订单出货比 是接近三倍 这东西 这地方要打折扣 中间会有点虚的 大家知道如果真的发生 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 接下来要打到什么 电子商品 电子商品 需求减少的情况之下 回头会不会打到被动元件 所以说2019年 不知道因素还是太多了 你现在股票涨那么多 你看国劇这一波上来 是 你看没有 股价一路上来 国劇可以现在缩小 缩小一点来看一下 所以你看 这个过程当中 告诉你 账价 陈泰民放利多 一路一路上涨 这个过程当中 当你放利多的时候 股价一涨 市场就会相信 你讲的话是真的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告诉你是不是有账价 也有账价 财报也非常好 但是股价下跌 这时候投资人已经完全不一样 奇怪 不是利多吗 怎么没有涨 所以你这个利多 已经有点动化了 而且 大家这个过程当中 你去看投信法人 所有都在加码 该抓的已经都买得差不多了 这个过程当中 现在开始怎么样 停损了 因为从高档跌了快 30几% 40几% 大家见部位的价钱 在不同时间点 很多可能已经跌了28 要停损了 都不在卖 所以我觉得现在不一样 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 他可能要稍微整理一下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法说会 并没有让大家解除疑虑 没有经验 对解除疑虑 所以我个人觉得 对他的股价 基本上应该不太容易 有很正面的一个影响 不过现在有几档被动员件 他的劝资比 还是在蛮偏高 拉高的水位 对 有没有机会呢 我觉得如果趋势上 真的要准备往下走 这些股票放空的 应该都有机会赚到钱 你看大部分都平均在20几% 凯美是不一样 是因为伯翰 他可能在做套利的动作 对套利的动作 但是大部分大概是20几% 这个张数也不太多 但是我觉得一旦 确定未来 现在可能原来是大缺 现在变成小缺 未来不缺的话 我觉得这些放空的部分 赚钱的机会 应该是蛮大的 明乐 这听起来 其实陈泰明这一次的法说 好像没有帮多头 注下一个强心针 没有打太强的强心针 对 不过回到我相信现在 还在看多被动员件的人 一定很不服气 对 因为国际呢 今年预估就赚100块嘛 那大家就跟大力光比 大力光呢 今年赚188块 国际本益比 算下来才7.23倍 大力光本益比26倍 将近27倍喔 所以这个郑贤哥 你帮大家解读一下 从基本面角度 到底多方的人 可不可以拿这个当作 拿回这一大段 本益比当作指标 还有另外一个 刚刚法说会的内容 你怎么看 如果看H1 还不服气 我刚才讲 你看Q2 你会更不服气啊 Q2 在6月份 陈泰敏已经真正取代大力光 变成毛利率网了 对 Q2的最后一个 他的毛利率已经成长到 60 60%以上了 那现在这个部分 你会不服气 不要忘了 那你要怎么定义成 国具是什么股 如果 刚刚提到的 刚从我讲的非常好 如果我把它认为是 景气循环股 景气循环股 超盘要决只有一个 卖在本益比最低 可是景气要下滑的时候 买在本益比最高 甚至亏损的时候 但是报价在上扬 所以现在我们在台国具的 获不获利 已经不是重点了 他不管获利多少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法轮会买单 就算他今天 所以今天的法说会 本来我要去两个高 接到东森的这个 一定要来这边 让大家解读一样 所以我派了我的研究员去 他刚刚也不然拉给我 我很信心他没有告诉我获利 因为其实如果用7月份的获利 我跟大家说 国具的第二季的顺后存益率 已经高达了57% 其实7月份很好算 就98亿乘以57啦 那就是国具的应该的获利 你再除以他的股本 大约13到14块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他明天公布这个消息 一定是怎么样 开高走低搞不好收最低 因为现在大家对获利已经麻痹了 所以我觉得陈泰明 不愧是大内高手 他今天不敢跟你讲获利 因为他知道他说回都不行 明天股价怎么开 他不在乎明天的股价 过去就是他也在乎明天的股价 我讲的一句很有趣的 国具在除权的那一天 你知道他公布什么 他公布月营收 所以那一天除权的那一天 他忽然喷上去了再下来了 可是那是什么 利多 你就是利多来来出货 所以如果他现在开法 说再放利多 我告诉你 开高一定也走低 国具现在没有办法靠获利 来解决这个底部的问题 那他今天没放利多 可不可以开低走高 我这样觉得 开低走高我不敢说 我只能跟你讲 国具要在这个股价里面做整理 国具不已再高高低低了 我跟你讲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没有一挡股票 是用利多来足底的 全世界的股票都是利多来出货 利空来足底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开个玩笑 最好陈泰民现在说什么 我们真的松动了 我们报价真的惨了 国具一跟下去 所有的放空等都回补了 然后所有融资都下好了 那一天绝对见国具的底点 也许很痛 但是所有我们看到 景气循环股的最低点 从来不是由利多出来足底 而是由利空来足底 所以我觉得陈泰民不会是大内高手 他不想跟你讲 因为他知道 你们现在认为 我是景气循环股 对不对 那我就来跟你谈报价 我就来跟你谈说 我们派两个公告网站 告诉你们说 我们报价真的还不弱 因为他知道 再公布再多的利多都没有用 当然我也说过 8月8号表面在父亲节 其实是被动元件的决胜日 因为当天国具 我们看到 差不多有7万张的股权出来 明德今天很多人 父亲节大餐可能吃不下 也没有好消息 那我认为今天去拉这个尾盘的人 老实说就是去赌 国具今天要公布7月获利 但是我觉得很好 因为他没有赌到 代杀 这时候叫以跌止跌 我不愿意看到这个 我知道很多的多方的人 可能会很痛苦 但是我们要了解 没有这个辛苦 你没有后面甜美的一个果实 这是我要提醒大家 所以多方的投资人 如果明天开高的话 他还是要 我觉得国具现在 如果放利多消息 其实大家都很聪明 那我们知道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现在国具就是人多的地方 所以你说 你要稳在这里 要跟他长期投资 我认为当然要看报价 那回头来看 那到底要怎么救呢 因为我们必然想 刚才提到 孩子很多持有国具 这个融資使用率很多 那我们看 马斯克 刚才有提到 他是用私有化的想法 然后来对付空方 一战成名 那我们再来看 那国具 为什么会不行 我们来看下一张 因为被动元件 现在只能当业绩当武器 因为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算 刚刚我就提过了 国具 这个营收跟获利就是56% 每个月的营收乘以获利就是56% 所以7月不用算了 56%就是 那华兴科也是一样 如果他们现在只有一个武器 就是什么 就是业绩没有用 所以我再幻想一个 如果当年 你知道2011年的时候 KKR不是只有买融化 当初 陈探明想跟KKR一起去买 这个国具买下市 就政府觉得买太跌 16.1 现在这个股价不知道是多少倍了 所以就知道多少人 为什么想私有化 因为抓到一次机会就起来了 我们看到 易峰窗帘 他最近的富盛 其实都是一样 融化 我相信三年后再挂牌 也不是这个股价 冒三位数了 所以如果今天能够 这个跟马斯克一样 说一个 哎呀 这个我们来 KKR又来倒我们了 我觉得那才是能解决 只不过并不容易 那说要怎么解决呢 我认为其实不是看国具 老实说 我觉得 国具跟 跟这个华新科 目前我们都看到 法轮就是一直卖 华新科也是法轮 华新科也是法轮一直卖 那 唯一一个方法 就是要制救 那为什么我觉得 华新科 会比国具根据指标 因为国具 现在大部分的股权 在赏户的手上 再让人家讲 前期也卖出去了 对不对 所以他的筹码变得很灵乱 可是为什么华新科 会比国具根据指标 华新科 董监士表面上24% 没有看到下面 因为我说过 焦师傅做股票是一流 焦师傅是常在 汉语博德 你看没有 有36000张 金新科 没有董监士 16000张 这个810的华东 没有董监士 都是交叉 对 所以他的大户只有53% 所以其实 为什么华新科 最近根据指标 我们最后来看 华新科的股价 就知道了 我们有没有看到 我看这一波 就可以知道了 这一波 华新科上来 碰到的时候 是不是 几线 他碰到几线 是他带的国具质 那事实上 这一波下也是 他带的国具贴 为什么 因为他千错万错 他算错了一件事 他说他要办现真 他说他要办现真 所以股价就下来了 结果昨天 老实说也是 华新科先涨停 国具才涨 那我认为 投资朋友 如果我要看 什么时候会反弹 请紧盯的看华新科 那我觉得 是目前操作被动元件 你如果想到短线当抽 或是短线做 紧盯的 华新科 那就对了 郑先生你刚提到说 现在被动元件变成这个 景序循环股 那之前有例子 是 那我刚刚 其实除了也刚刚讲过 除了 国具 现在外面估到120块了 那700块在便不便宜 真的感觉很便宜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档股票 大家都知道 2408的南科 今年 没有一个人估南科 今年中不到12块 因为他上半年 就赚了6块多 那以这个上市 通常这个景序上市下流来看 12块很正常 只有股价70几块 但他没有办 投信一直在卖 那12块70几块 那你把它乘以10 那不是赚120块 700多块吧 对 所以这就是大家认为 景序循环股 如果你现在景序的高峰 报价却不再成长 你应该有的本益比 所以我才说 陈泰平很聪明 他不想跟你讲获利了 因为讲获利 你就可以跟我说南科就这样 他跟你讲报价 只要报价往上走 他才有机会走出这个困局 很多人也在想说 国具有没有机会跟大力光 其实我们看到 6000到3000 这个也是跌了50% 这有没有像 国具从这个 那么高峰跌 也是如果你把它出现 也是差不多跌了50% 那有没有机会呢 这个3000块的时候 没有人在说大力光 你们这样听得懂我也是吧 国具一定要在 有一天报纸都没有写他的时候 他才有机会 对今天报纸还会投完 每一天 对 每一天 当然还是很热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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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